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语 第173集 萧九安 你不适合用软件 你适合用重件 北辰天却没有多想 直接说了出来 你认为你能看出来的东西 本王会不知道吗 萧九安手持长剑 嘲讽得到 重件 他15岁之前一直用重件 死后开始用软件 且是最难控制的长软件 你在练控制力道 北辰天却一想就明白了 除此之外 他不明白萧九安为什么要用长软件 萧九安没有否认 这种事一查便知 不需要否认 当然 也不会有人去查他15年前的事 登上风云路之前 世人都不知烟北王府世子长什么样 又怎么会知道他用什么兵器 难怪这三年 你的排名不曾上升 北辰天却说的自然是风云吧 萧九安看了一眼他手中的长剑 彼此彼此 他记得五年前北辰天却用的是长枪 威力十足 比只长剑更加霸气 长枪不方便携带 北辰天却闷闷地解释了一句 他用剑只是为了方便 并不是为了增进本事 在这一点上 他输给了萧九安 萧九安指了指南泽物 问道 都是不趁手的兵器 有什么区别 现在是你上 还是他上 看了一眼萧九安不曾染血的衣服 北辰天却上前一步 我答应了要护送三皇子回南疆 自然是我上 好 出招吧 两人的兵器都不趁手 这也算是一种公平的 北辰天却没有谦让 手腕一动 轻身上前 剑剑直指萧九安的心脏 萧九安不慌不忙地抬手一挡 反手给了他一剑 逼得他不得不后退 北辰天却退一步 萧九安就上前一步 瞬间化被动为主动 化防守为进攻 他一向不喜欢防守 一味地防守不符合他的性格 大开大合 大杀四方才是他的风格 萧九安逼上前 手中的剑舞得飞快 快到肉眼看不清 只能看到一片残影和剑光 好厉害的身法 好快的剑 南泽宇站在一旁 看得心中大惊 他也是风云路上 有名字的人物 虽然排名靠后 可萧九安当年 不也是排在第八十九名吗 他现在只比萧九安当时差五名罢了 他原先以为五名的差距不会太大 给他五年的时间 他也能追上萧九安 可今日一见 才明白风云榜前五十和后五十的差别 才知道风云榜上的差距并不是武力直上的差距 不管是萧九安还是北辰天鹊 这两人放在江湖上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而他 如果加上用毒的话 也许勉强能击身高手行力 单纯凭武力 他却不行 真要打起来 估计不出五十招 他就会惨败 萧九安的招式凌厉至极 一阵强攻下来 竟把北辰天鹊逼得连连后退 只能防守而无进攻之力 北辰天鹊沉声道 萧九安 你很强 五年不见 萧九安比他预想的还要强 他低估了萧九安进步的速度了 这五年 他在疯狂地成长 萧九安也没有停下来 他们两人的成长速度相差无几 可萧九安的起点比他高 所以综合起来 还是萧九安略强一分 你也不差 五年不见 当刮目相看 萧九安很强 可他一直很强 北辰天鹊却不一样 他是从弱到强 短短五年 便能与他不相上下 着实是不一般 我还是比不上你 不过这并不重要 这世间看的从来都不是个人实力 一个人是走不远的 未来我的路 比你更宽 他是北辰的大皇子 是北辰皇位最有力的继承人 可萧九安是什么 他现在是燕北王 未来也只能是燕北王 无法跟他比 皇位 本王不屑 萧九安下恶危台 傲气十足 他确实有资本说这样的话 因为天舞的公主亲手将皇位捧到他面前 他不屑一顾 还有一个人 给了他争夺皇位的机会 他同样拒绝了 皇位他不屑 就算他想要那个位置 也不会由一个女人捧到他面前 更不会要他那个名义上的父亲给他机会 从三岁那年开始 他便只有母亲没有父亲 他萧九安想要什么 只会自己争取 不需要旁人施舍 萧九安 你太狂妄了 北辰天鹊的眼中闪过一抹痛恨 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 萧九安不屑一顾的东西 却是他拼尽全力才得到的 萧九安该死 当萧九安的剑刺来 北辰天鹊并没有动 他只是侧过身 任由萧九安的剑刺穿他的肩帮 而他的剑也在同一时刻刺入萧九安的肩甲 拼着两败俱伤 他也要刺伤萧九安 让萧九安明白 嚣张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 两把剑同时刺入两人的身体里 同样都是在左边 同样都离心脏很近 同样都是一个小口子的剑伤 同样伤得不轻 萧九安 输了 北辰天鹊看着血 从萧九安的身体里流出来 笑了 五年了 他终于让萧九安见血了 只可惜萧九安和五年前一样 身上的衣服即使是染了血也看不出来 无法让人看到他的狼狈 真正是可惜了 如果只是伤了本王便算赢了 那么就算你是赢了吧 他早就过了征输营的年纪 是输是赢真的很重要吗 只要没登上那个最高的位置 输营对他们这些人来说 根本没有意义 你是我的信母 伤了你 我的信母便消了 时候我会越来越强 而你 只能匍匐在地上 仰视我 北辰天鹊抽出剑 速度又快又猛 一连串血珠顺着他的长剑飙出来 啪地落在地上 这声音 听到北辰天鹊的耳朵里 无疑是绝美的鲜音乐 同时 萧九安也把剑抽了出来 同样带出了一串血珠 萧九安却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北辰天鹊 现在说输赢为时尚早 你忘了这是谁的地盘了吗 萧九安抽剑 后退 怜悦地看着北辰天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